飞弹发射出了问题 飞机起火 船只爆炸 以上这些都是军人每天都可能会面临到的危险事件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见到你们 在这次的影片中 你将看到许多危险的爆炸 和其他令人震惊的时刻 所以拿起你的爆米花 好好地享受一下吧 这里是Top10频道 今天的内容也很有趣哦 追踪潜水艇 海洋中潜藏着许多未解之谜和神秘的现象 例如说巨型章鱼 最深的海沟 海盗宝藏 另外还有再有毒贩的潜水艇 在这段影片当中 美国海岸防卫队的士兵找到一艘这样的潜艇 并且试着要阻止它 这起事件是发生于2019年6月18日 地点在东太平洋 门罗号巡逻船必须对一艘自航式半潜水艇进行登船攻击 然而在登上犯罪分子的船只之前 军方人员试图以平静的语气 呼吁走私者要遵守法律 呼吁的内容如下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的陈述内容可能会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你有权利拨打一通电话 快点住手 不然我就要踹你们这些毒贩的屁股了 不管怎样 这是一段值得观看的影片 做得好啊 降落伞失误 着陆操作是航空中最危险和最有效果的作战方式之一 一群伞兵从飞机门和打开的装卸入口纷纷跳了出去 降落伞的伞棚陆续打开的样子是个非常壮观的画面 它们流畅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 看起来就如同严寒冬日里的雪花一样 不过有时候也是会出现一点问题的 例如当墨西哥伞兵集体降落时就是如此 前十名士兵跳了下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但第十一名士兵完全没有跟上去 这是因为可以将降落伞从伞包里拉出来的开伞绳没有解开 所以这名伞兵就被绳子缠住了 呈现着尴尬的悬空状态 在他之后又有三个人成功地从飞机上跳了下去 但之后这次的行动就被取消了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决策 因为这一切可能会以大灾难收场 很幸运的是 最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但是在飞机装卸门下剧烈旋转的伞兵 却显得相当的无奈和沮丧 毕竟这是发生在几千公尺高空上的事情 还可以听到那个人在大喊着 把我拉上飞机 事件发生之后 墨西哥当局的报告声明 这名散兵被顺利地救了下来 海尔格英斯塔号 海尔格英斯塔号护卫舰 于2009年投入使用 挪威的纳税人 为这艘船舰花费了40亿颗浪 大约是6亿6千万美元 但是过了9年之后 事实证明这笔钱被浪费掉了 2018年11月8日的晚上 这艘护卫舰在一次军事演习中 穿越赫特辖湾时 竟然和索拉TS号邮轮相撞了 虽然碰撞的那一瞬间没有被拍摄下来 但是还是留下了护卫舰沉默的镜头 很幸运的是 没有任何人受重伤 那艘250公尺长的邮轮并没有沉默 目前仍在使用中 然而对于显侧开了一个大洞的军舰来说 情况就没有那么好了 起初他们想要试着让船只搁浅 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之后船员们就纷纷离开了船 但在慌乱之中 水手竟然忘记把舱门关起来 于是海水源源不绝地从破洞流了进去 并累积在护卫舰的内部 过了没多久之后 这艘船就沉没了 并在峡湾底部停留了好几个月 直到2019年3月才被打捞上来 军方决定将他拖到港口 进行拆解和报废作业 然而除了打捞作业本身就很困难之外 这件事情还出现了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艘挪威船上装载了弹药 如果不在打捞之前处理掉的话 说不定就会出了什么意外 把周围的一切都炸毁 一架水下无人机从侧面的一个洞 进入内部调查详细情况 但需要人工帮助才能把鱼雷拉出来 因此潜水员带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巨大波及的东西 使用无人机将生锈的鱼雷拉出来之后 放在大波及上面 剩下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带到岸边引爆 然后看着巨大的水柱上升 为了人身安全 在军队里面最好别玩游戏比较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能拿着武器到处乱开玩笑 不过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六名中国士兵玩烫手山域游戏做训练 令人傻眼的是 他们可不是拿着球来玩 而是互相传递冒着烟的弹药 山域转了一圈之后 一位士兵立刻把他丢进了战壕里 大家都立刻跳开了 有这样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 毕竟之后发生了威力强大的爆炸 说真的 如果是我的话 绝对不敢参加这么危险的游戏 各位觉得呢 弹射坐椅 军事航空总是伴随着危险 因为永远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会成为目标 不过与平民部一样的是 军事飞行员至少还有弹射座椅和降落伞可以使用 通常弹射座椅是通过火箭发动机或火药的动力向上弹射的 要在运作中的飞机上测试这种类型的设备并不容易 而且过程也相当的危险 因此测试会在地面上进行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驾驶舱的角色是一辆在轨道上移动的小车 而飞行员则是由假人来取代 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观看的场面 因为有这些精心设计的装置 才可以保护飞行员的生命 2021年7月 在加拿大准备飞行表演的期间 CF-18大黄蜂战机的飞行员布莱恩布斯中尉 在冲撞地面的前几秒用弹射座椅逃生 顺利地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神奇的是 就在这个瞬间 地上的扩音器里响起了Stay Alive这首歌 海军陆战队利用速度 骑袭和隐秘行动当成自身的武器 来占领敌方船只 只要穿上英国军工公司重力工业 开发的异卫攻击专用喷射装 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更快速地登上船 穿着这套衣服的人 只是离开船上 朝着他们想前进的方向飞去 这个场景看起来就像是 科幻电影中会出现的场景 让人想起Tony Stark的钢铁人 不过这并不是电影 而是现实 英国海军陆战队正在进行训练演习 要让异卫攻击队登上天马巡逻舰 当空中飞人走上甲板后 立刻帮他的同事放下梯子 说不定这就是未来的异卫攻击吧 但也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披萨也会以这种方式送杂呢 大家觉得如何呢 口径飞弹发射失败 俄罗斯的萨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 在试射中发射了口径巡逸飞弹 看得出来这次测试是失败了 飞弹冲天而起 在四次空翻之后 于距离船只几十公尺远的地方落了下来 很显然的 这枚导弹试图想要返回发射地点 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回旋标 而不是口径飞弹吧 无论是什么样的武器 在部署之前都必须要经过测试才行 就连NSM也不例外 NSM海军打击飞弹 是由挪威康斯堡航天防卫公司所开发的武器 它可以加速至每秒316公尺 攻击半径200公里内的目标 如果这120公斤的有效载荷击中某艘船只的话 那艘船就要倒大枚了 摄影机刚好捕捉到了这个场面 2014年 一枚NSM飞弹在一架F35战斗机的伴随下 成功击中了目标船舰 不 这没有失败 只是在这次的测试当中 弹头中并没有放入任何炸药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火海了 测试过程中 一枚带有常规弹头的NSM飞弹 引爆了名副其实的烟火 船尾被炸成了碎片 如果你喜欢这场导弹测试 请记得按赞支持 并将影片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给你的亲朋好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制作影片的动力 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感谢观看